一件很震撼性的事情 究竟发生什么事呢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 然后天使就说 他已经不再在坟墓里面了 他复活了了 他已经说过了 天使说他已经不在这里了 他已经复活了 他以前讲过的 天使不知道有没有多说这一句呢 就说你忘记了吗 那个天使 有没有跟他们真正的妇女说 难道你们不记得了吗 我们时时读了圣经 都是忘记了的 我们读圣经 很多的时候我们也不记得 我们听了神跟我们讲的说话 整天都不记得了 我们听了神跟我们讲的话 但是我们常常会不记得 这句天使的说话都很震撼 这句天使的讲话呢 也是很有震撼力的 他之前讲了的 他之前讲过的 妈妈经常都是这样骂子的 妈妈就是这样骂小朋友 是吗 我讲了多少次啊 我跟你讲了很多次了 左耳入右耳出 左耳进右耳出 水过鸭背 哎呀怎么办呢 我不懂得翻译啊 这四个字照讲国语行不行吗 水过鸭背 水过鸭背 不懂 不懂 明明说什么 不懂 那是那个广东话的鲤语 就是大概你听了就过去了 这个意思 很快就不记得了 很快就不记得了 这帮女人仔真是差 这些的年轻人真是差 我们经常都会指着人家 哎呀这些这样的年轻人 这些年轻人 讲了就是不听 妈妈又会罵 你当我耳边风啊 妈妈又讲了 你是把我的话当成耳边风吗 这个普通话有的 天使可能有讲这句的 天使可能讲到这句话 但是这些妇女就要跑去 将这个耶稣復活的消息 讲给那些门徒听 然后呢 这些妇女就跑去跟门徒讲 耶稣复活的好消息 他们没有讲这句给那些门徒听 他没有把骂他们的话 讲给门徒听 所以马太福音又没有写这句 路加福音都没有写这句 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都没有记载 要是呢 就他们惊得是讲漏了 他们可能太害怕了 就没有把这句话讲出来 要是呢 就不好意思讲给那些门徒听 或者不好意思讲出来 那些天使这样骂我们啊 天使这样子责备我们 这里给我们都有一个很好的提醒 这里呢 都给我们有一些的提醒 但我们仍然要佩服这些妇女啊 我们要佩服这些妇女 不要只是说这帮女人仔啊 不要说哎呀这些小女人 小女人 胆小鱼鼠啊 胆子小的好像老鼠一样 不可以做大事的了 不可以做大事 难怪呢 有时在教会里面我们都看低那些姊妹 有的时候在教会里有人会小看姊妹 但是圣经这里没有这样的意思 圣经里从来没有小看姊妹 去到耶稣的坟墓的前面呢 这个是天蒙光的时候 他们到了耶稣坟墓那里的时候 是刚刚亮的时候 只有几个女人仔 只有这些的妇女在那里 那些大男人去了哪里 那些大男人去了哪里了 还睡了觉呢 我们叫做呢 都没转薄啊 还熟睡啊 打车鼻寒啊 他们还在熟睡 还在打呼噜 打呼噜啊 是这一帮妇女这样爱耶稣 是这些妇女这么样的爱耶稣 是这一帮妇女 关心耶稣的尸体 有没有很好的包扎 这些妇女关心耶稣的尸体 有没有好好地包好啊 因为之前呢 是赶住预备安息日呢 他们很匆忙的 用少少香料来包扎耶稣的身体 因为呢 当耶稣被埋葬的时候 已经马上到安息日了 所以他们匆匆地抹一点香料 匆匆地包起来 我们要佩服这一帮妇女 对耶稣的爱 我们要佩服这些妇女 对耶稣的爱 还有 他们对神那种信心的坚定 也佩服他们对神信心的坚定 你想象一下那个现实 你想象这个事实 耶稣被钉死 耶稣被钉死 没有人想去帮他做这些安葬的功夫 没有人想着要为他安葬 临时找到一个别人的坟墓 临时找到一个别人的坟墓 就安葬在里面 就安葬在里面了 有兵临在坟墓门前把守 有兵临在坟墓门前把守 这些妇女带着一种很单纯的信心 这些妇女带着很单纯的信心 带着对耶稣很单纯的爱 带着对耶稣很单纯的爱 要去服侍耶稣的遗体 要去服侍耶稣的遗体 带着这里有没有一些 叫做殡仪的化妆师的职业的人 在我们当中有没有 曾经做过殡仪的化妆师 有没有人很有兴趣入行 有没有人想要做这一行 我想起都已经害怕了 我想你都会害怕对吧 但是这一帮妇女 是不顾一切的去服侍耶稣的 这些妇女不顾一切的在服侍耶稣 他们一路走去那个坟墓的时候 已经在那里想 有个大石头 他们一边走可能一边想 哎呀那边有块大石头 又有些罗马兵丁看守着 还有这些罗马兵丁在那边看住 你猜罗马兵肯不肯帮我们手 拥开那块石头呢 那些罗马兵会不会帮我们 把这个石头挪开呢 他们又会说你不用放了 你不用想了 你不要这样想了 他们怎么会帮我们手呢 这些兵丁怎么会帮你们呢 他们有份杀死耶稣嘛 他们这个参与杀害耶稣 他们怎么会帮忙把石头搬开 让我们去服侍耶稣啊 他们一定凶神恶杀这样 死了就死了嘛 他们一定会很凶的骂我们 死了就死了吧 你们走来这里捣乱啊 你们到这里捣乱 还不走我捉你坐牢 如果你不走的话 把你抓起来坐牵 所以这些妇女去到坟墓之前 已经一路在害怕了 其实这些妇女在去坟墓之前 他们已经开始心里害怕 但是在这么多的恐惧里面 他们仍然要去 但是在这么多的恐惧里面 他们仍然去了 他们不知道究竟 怎么样可以将一块大石头推开 他们不知道怎么样把石头推开 不知道这件事会怎么样发生 不知道这件事怎么样可以发生 他们只是知道他们要做的是什么 他们只知道他们想要做什么事情 他们可以说是出于一种盲目的爱 可以说他们出于一种盲目的爱 是对耶稣一种盲目的伪身 对耶稣盲目的伪身 有时有些年轻人信耶稣 父母都是这样骂他们的 有些年轻人信了主 他们的父母也这样骂他们 信耶稣不用信得这么迷的 你们信耶稣不要信得这样迷 耶稣给饭你吃吗 耶稣给你饭吃吗 你有没有这样骂过你的子女 以前你没信主 你们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 有没有这样骂过你们的孩子 但是这种可以说是盲目的爱 这样的好像是一种盲目的爱 但是是对耶稣的绝对的伪身 其实这是一种对耶稣绝对的伪身 我们都要反省我们跟从耶稣的方式 我们也要想一想我们跟从耶稣的方式 我记得我常常都说 我们跟从耶稣有两种方式 我们跟从耶稣有两种方式 有时我们是紧紧地跟从耶稣 有的时候我们是紧紧地跟从耶稣 有的时候我们是远远地跟踪耶稣 有的时候是远远地跟踪耶稣 这些妇女真是紧紧地跟从耶稣 这些妇女就是紧紧地跟随耶稣 绝对的服从 绝对的爱 绝对的服从 绝对的爱 给我们很大的提醒 给我们很大的提醒 他们不知道 这个石头怎么样可以推得开 他们不知道这个石头怎么样可以推开 他们不知道走到迈去的时候 罗马兵会不会立即将他们送入监仓 他们不知道他们到了那个门口的时候 那些罗马兵会不会把他们抓起来 他们可以说是完全没有一套完美的计划 他们没有一个完美的计划 我们现在用现代的管理学的方式来想 我们现在常常用现代的管理学的方式来想事情 你都没有好的计划 你怎么可以去做事的 你都没有好的计划 你怎么样能做事情呢 你都不知道下一步是做什么 你怎么可以开始做事呢 你都不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 你怎么能够开始呢 你没有一个完美的计划 你是注定失败的了 如果你没有完美的计划 你绝对会失败的 但是基督徒的生活原来可以很不同的 原来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可以很不一样的 我们所说的是 你见到一步就走一步 我们可以说 我们见到 我们走一步 看一步走一步 你走了那一步之后 你就会再见到下一步了 你走了一步 你就会见到下一步了 你想见了整条路先走呢 你真的不用走了 如果你看见所有的 都看见了你才开始走呢 那你就永远不会开始了 这个叫做信心的道路 这个叫做信心的道路 有时我们会埋怨 有的时候我们会埋怨 我们见不到神的工作 我们见不到神的工作 我们见不到神在这个世代里面 做奇妙的事 我们见不到神在这个时代所做奇妙的事 是不是因为我们不肯走一步 你第一步都不走 你就不会见到下一步 你第一步不走 你就不可能见到下一步 因为你要走第一步 你才会见到下一步 你走了第一步 你才可以看到第二步 就好像旧约的时候 那些祭司踏入约旦河 在旧约的时候 那个祭司把脚踏入约旦河 然后河水才分开 然后河水就分开了 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提醒 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提醒 我们很多人都有读过听过 华里克牧师他所写的书 我们都听过或者是看过 这个叫做名字 Rick Warren 这个华里克牧师所写的书 我们知道他的教会有成二万人那么多 他的教会有成二万人那么多 一万人 我以为一把人 他们的教会有两万人那么多 但是他讲过一句话 他讲过一句话 我们这个教会的增长 大部分都不是我们计划出来的 我们教会的增长 大部分都不是因着我们计划而产生的 大部分的增长都是我们祈祷回来的 大部分的增长都是因为我们祷告 教会有的增长 大部分的增长都是神自己做回来的 大部分的增长都是神自己的工作 对我们的侍奉 给我们的侍奉带来一个很大的震撼 不等于我们不计划 不是我们不要计划 不等于我们没有方法 不是我们不用方法 但是大部分都是因为祈祷而来的 但是大部分都是因为祷告而来的 这些妇女们 他们去到坟墓的时候 没有想着会见到这些东西 当他们到了坟墓的时候 他们没想到会发生这些事情 见到石头滚开 见到有个天使 他们见到石头被滚开了 见到天使了 他们想不到会见到这些 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会见到这些事情 他们又没想过他们应该见到的东西 竟然又见不到 他们本来想着想见到的事情反而见不到 他们觉得应该见到耶稣的身体 怎么知道又见不到 他们本来想着要见到耶稣的身体 反而没见到 他们一路走去坟墓的途中 已经有很多的担忧 很多不清楚的事情 他们一边走到坟墓的时候 他们心中有很多的担忧 觉得有很多的忧愁 我们在人生的路上 一样有很多的担忧 很多的不清楚的地方 在我们人生的路程里面 我们有很多的担忧 或者是没有把握的地方 可能也都一想就想到 很多的障碍困难 我们一想就想到很多的障碍或者困难 我的人生充满了各种的限制 我们的人生充满着各种的限制 我这个人 我都看到我有这么多的限制 我这个人 我已经看到有很多的限制 我怎么可能做到这些事情呢 我怎么可能为神这样服侍呢 我怎么可以这样来服侍神呢 我怎么可能带身边的人信耶稣呢 我怎么可以带身边的人信耶稣呢 我怎么可能这样令到我们的教会会旺盛呢 我怎么可以带身边的人信耶稣呢 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这个却的震撼 这段的圣经呢 让我们看到刚才经文里面讲到那个 雀或者是但是那个震撼力 这个震撼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发生过 这个震撼力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发生了 当你信耶稣的时候 这种震撼力已经在你身上发生 当你信耶稣的时候 这种震撼力在你的身上已经发生了 这种震撼力是继续在你的身上发生着 这种震撼力一直在你身上发生 但是有时呢 你是有意无意地限制这个震撼力 但是呢 我们有意无意地去限制这样的震撼力 因为我们只是看到现实上的困难 我们只是看到现实上的困难 但是就忽略了却这个字的震撼力 但是呢 我们却忽略了却但是这个字的震撼 所以我们是要学习期待遇见神 我们应当期待着可以遇见神 这些妇女去到坟墓的时候 这些妇女到了坟墓的时候 本来他们的心仍然是被很多不同的事情 是令到他们担忧 他们的心被很多的事情缠绕担心 但是他们是不想这些困难 就继续向前走 但是呢 他们不再继续看困难 但是他们继续向前走 你想想你的人生 看看你的人生 可能已经天使 替你 推开了 很多挡住你路的石头 天使已经帮你滚开了 很多挡住你路的石头了 好像天使把封住耶稣坟墓的石头一样 好像天使把封住耶稣坟墓的石头滚开一样 我们也都要再想想我们前面的路 我们再想一想我们前面的路 有哪些石头你期待着天使帮你滚开呢 有哪些石头我们可以祈求天使为你推开 有哪些石头我们可以祷告 让天使帮我们推开呢 我们一路走这条路的时候 可能仍然想到很多的限制 很多的没有把握的地方 当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 可能我们还会觉得有很多的限制 有很多没有把握的地方 因为太多的东西 不是我们能够控制掌握 因为有太多的事情 不在我们的控制之内 但是我们知道 这些是在哪一个人的手里面掌握 但是我们知道这些事情在谁的手里面掌握 我们看到空的坟墓 我们看到空的坟墓 看到空的坟墓 你会想到什么 看到空的坟墓 你会想到什么呢 这些图是真的在以色列的地方拍 这个图是从以色列的地方拍下来的 这个黑色的洞 就真的是 现在我们相信 耶稣当时的坟墓的入口 那个黑色的地方 就是我们相信 就是当时耶稣的坟墓的入口了 在旁边是挂着这个英文字的牌 旁边有一个英文字的牌 就好像天使所说的话一样 好像天使所说的话一样 他不在这里 他已经复活了 他已经不在这里了 他已经复活了 我们带着这种震撼力 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我们带着这样的震撼力 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当耶稣复活的时候 整个世界都被改变 当耶稣复活的时候 整个世界都被改变了 因为耶稣复活了 你在耶稣基督的里面 因为主耶稣复活了 你也在主耶稣的里面 所以你的世界都改变了 所以你的世界也都改变了 因为你的改变 耶稣叫你去使到 这个世界要继续改变 因为你的改变 耶稣要通过你 让这个世界也继续来改变 我们要行公义好联敏 我们要行公义好联敏 我们要为主耶稣的大能作见证 我们要为主耶稣的大能作见证 这条路不是一定是平坦的路 这条路不一定是平坦的路 这条路不是一定是没有障碍的路 这条路不一定是没有障碍的路 但是这帮妇女都是带着单纯的信心 但是这些妇女却都带着单纯的信心 她们带着绝对对耶稣的信服 她们带着对主耶稣绝对的信服 愿意走上这条困难的路 她们愿意走上这条困难的路 困难的路变成了得胜的路 困难的路变成了得胜的路 困难的路因为在耶稣基督的里面 不再是困难的路 困难的路因为在主耶稣里面 不再是困难的路 最后我们有少少安静思想的时间 最后让我们一起有一点安静思想的时间 从主耶稣受苦受死的路 从主耶稣受苦受死的路 他背负着十架行这条苦路 他背着十字架走这条苦路 他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他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他被人撇弃 他被人撇弃 被人侮辱 被人侮辱 但是他同样看着他要做的事 他就去完成 但是他看着他要做的事情 他就义无反顾的去完成 接着我们安静下来 合上眼听一段的话 这段话就好像耶稣亲自对我们讲一样 这段话就好像主耶稣他亲自跟我们讲的 耶稣今天对你这样讲 耶稣今天他这样跟你讲 我曾尝过苦杯 我曾尝过苦杯 走过苦路 走过苦路 背过苦架 背过苦架 我经历盯上十架的滋味 我经历了盯上十字架的滋味 经历过心灵的挣扎 经历过心灵的挣扎 疲肥肉的痛楚 疲惹的痛楚 体会过人神共气 体会过人神共气 孤单无助的处境 孤单无助的处境 这些全部是为了你 这些全是为了你 只有受苦的生命 带上死亡的冠冕 只有受苦的生命 带上死亡的冠冕 才能带给人自由 和复活的新生命 我在世上的工作已经完成 我在世上的工作已经完成了 当跑的苦路已经跑尽 当跑的苦路已经跑尽了 现在我也呼召你 继续喝我的杯 继续喝我的杯 走我的路 背我的十架 背我的十字架 若有人要跟从我 作我的门徒 若人要跟从我 作我的门徒 就当这样天天舍己 就当这样天天舍己 不怕苦难 不怕苦难 无惧死亡 无惧死亡 背起十架 背起十字架 来跟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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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自己安静一阵 向主耶稣祈祷 现在我们自己来安静 我们自己向主耶稣祷告 回应祂的爱 和呼召 回应祂的爱 回应祂的呼召 回应祂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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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应祂选 回应祂的爱 回应祂 actively 因为我们永远没有办法 有足够的向主祢来感恩 所以我们每一日的生活都献上跟从祢 我们把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献上 我们愿意来跟随祢 因为唯有如此才能够表示我们对祢的感恩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表示我们对祢献上的感恩 主耶稣愿祢的灵继续的临在充满我的生命 主耶稣愿祢的灵继续的充满我们的心 帮助我打开我心灵里的门 帮助我打开我心里面的门 和祢一起喝祢的杯 走祢的路 背祢给我的十字架 背祢给我的十字架 做祢的门徒 做祢的门徒 你让我经历过这个却智的震撼力 过去我们死在罪恶黑暗 过去我们死在罪恶黑暗当中 但是祢爱我 但是祢却爱我们 祢拯救我 祢拯救我们 祢我有新生命的力量 祢把新生命赐给我们 我本来是不配祢的爱 我本来不配祢的爱 但是祢竟然继续爱我 我本来没有什么可以替祢做 本来我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来服侍祢 但是祢却使我成为合用的器皿 但是祢却塑造我 让我成为合用的器皿 和祢一起改变这个世界 和祢一起来改变这个世界 改变人的心 改变人的心 尽我所能够做的 尽我所能做的 主耶稣我立志做祢的门徒 就是我立志做祢的门徒 祢呼召我的交托我的 祢所呼召我的交托我的 无论是什么事 无论是什么事情 求祢赐我力量 求祢赐我力量 是祢复活大能的力量 是祢复活大能的力量 完成祢给我的使命 完成祢给我的使命 在世上成为中心的见证人 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中心的见证人 求神祢听我的祷告 求神祢听我的祷告 因为我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圣的名字 我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得圣的名字 阿们 阿们 我们的诗班和小组 继续带领我们有经文和诗歌 大家好